刚升级浪漫行列不久的陶金莹复出了 将主持特意为她两身打造的爱上桃花园烂幕 同为三历成员的乔恩明道 还有老板孙鹏一同出席 欢迎陶子的回来 好久不见 所以我们可不会就此放过她 加上你们工作都这么忙 我觉得能请到你们真的是 我天大的一个福气 还有天大的面子 才能请到这么多重量级的各界的天王居心 所以真的就是受宠若惊 我觉得一开始这么开心之外 我希望我的表现也能够跟各位一样这么好 其实我们今天大家抱持着学习的态度 因为大家都知道桃子的口才好 学问好 那我希望我的学问不好 可以学习她的口才 很会主持好好看 那是因为跟她 跟别人我更好 孙鹏 一直以来孙鹏和迪英要结婚的事实有所闻 但每次都是狼来了 不过这回迪英是铁了心要当四月新娘 当问到对刘嘉玲与某富豪的亲密事件时 大家除了表示不认同外 迪英还信誓旦旦的说 只爱孙鹏 害得嘴快的桃子也爱上了孙鹏 但是我是比较崇尚自然 顺其自然 有的话就生下来 恭喜 没有那么熟 那我跟郭台铭比较熟一点 还好啦 这个事情其实大家都是物理看花 也不知道真正发生什么事 或许真的她就投资她拍片 那只是很单纯的关系 我个人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是你们媒体在炒作 就好奇啦 我不会 我还是爱孙鹏 那我相信因为刘嘉玲的条件 可能是都比我们好 我觉得她更不可能 因为她没有必要为了钱 去爱一个 郭台铭只有钱而已 跟梁朝我不能比 这样讲也奇怪吗 不会 我也不可能 我也是爱孙鹏 我爱你女人 我爱你女人 陶子教父的债务问题 是外姐一致认为她付出的理由 陶子笑笑表示 这些教父都在解决了 自己是因为喜欢主持才付出的 喔 妳说那个债务问题是不是 就是老公在面对了 所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对对对 陶子姐最近就是开很多新介络 那之后我们会回 再陆续开另外的新介络 会会会 现在你们看到都是块状嘛 我非常需要带状 欸 那她任何带状 就不能爱到国公帮帮忙 对对 绝对不敢 这个是一定会避开的 性质都不一样 应该不一样吧 我想各类型节目 我都愿意去尝试看看 对 那之前 我都愿意去运识 请小弟 rich你 我就是